我 哈喽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我們要再來回來看這個四代的比賽 然後看到的是我們的李諾克 這是誰呢 這是二代這個不是二代 星海爭霸2的知名選手好不好 如果你有在看星海爭霸2的話 李諾克應該也是耳熟能詳的選手 那最近他也是跳到四代很久的吼 那他一開始其實我都看他玩中國啦 不過這種選手級的玩這個戰略遊戲 他有很大的程度 其實操作力真的是驚人好不好 那不過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天梯上面排行 最後的阿拔斯 那爲什麽說他排行最後呢 呃有一個網站叫做 ale4war.com 這個網站我有興趣的可以去查一下 他有那個後臺的天梯紀錄 那現在勝率最差的應該就是阿拔斯 然後再來才是德里蘇丹 然後勝率最高的就是蒙古 沒錯勝率高達55% 他的第二名是我記得好像是 呃 法蘭西吧 然後再來是羅斯 不過羅斯跟法蘭西兩個勝率差不多 大概是50出頭 呃只有蒙古對陣所有陣營的勝率 都高達55%以上 非常的做壞 那也是我一直一直都在講 好啦那不管了反正 四代我也不知道他什麽時候要開始更新 那 最近就是比較沉寂 我講了好幾次了 那沒關係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最近的比賽 因為我相信也有人 持續的在四代奮鬥 然後我自己也會想要繼續關注一下 四代的發展 我們進來看一下阿拔斯 好那阿拔斯的話呢 智慧弓升級我相信 你有在看的應該現在會點進影片 還有新手嗎 或許有啦 不過跟反正我還是邊講好了 阿拔斯就是靠智慧弓升級 所以他 他其實比較可憐 他要是被人家 狙擊地標的打法的話 他只要拆掉他的市政中心跟智慧弓 他就輸了 因為他智慧弓是生時代裡面 他只要去生偏電就會生時代 那如果你把他的智慧弓拆掉 反正也是一個地標而已 那你再把他私人中心拆掉 他也是一個地標 所以兩個地標拆掉就沒了 對 就是這麼快 好那阿拔斯一開始的策略就是 嗯也沒什麼策略 就是智慧弓蓋好 我們就採 採肉嘛 用羊 他也是採羊為主 那阿拔斯不是採果樹會比較快嗎 對不對 怎麼不採果樹勒 有果樹是 遊戲中最慢的採取來源 我記得沒錯的話 所以不會先採果樹 就算他有加速 就算他支援會比較多 但一開始 採果樹效益並沒有到那麼的高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採羊為主 反正一開始找羊也是很快 那這張地圖是我們的高市野區 好高市野區 那這張地圖特性就是中間有大把大把的 藏草區 這邊可以藏單位 最好的辦法是在裡面開哨戰 或是用赤猴去探圖 會比較 會比較這個 好打一點 不然裡面如果藏一些遠程單位 連在臉上真的不好打 那這樣對手呢 依然是我們的螺絲 所以螺絲是我們大概勝率23名的 對抗我們這個目前天梯勝率最後一名的 我們來看看這場比賽有什麼樣的發展 好那阿拔斯這邊策略應該就是直接上風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大概升上去就大概4分出頭 那阿拔斯 智慧宮蓋了之後就不需要村民 就可以升時代 那這個是好處也是壞處 好處他可以省村民 增加更多的資源採集時間 壞處就是他並不能加速 所以他就 就只能蓋這麼快就這麼快 他說兩分鐘就是兩分鐘 但其他文明不一樣 你可以拉更多的村民去蓋 他就可以 把升級的時間拉的更短 那羅斯這邊 我們上一次比賽已經有看過了 就是開狩獵小屋 然後配金門 only這個打法 因為這個段位也很高了 這大概也是top前30了吧 我 應該會附在那個標題跟那個封面 所以你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因為我當初找這個比賽 就是 是為了找Linoc Linoc 之前沒有開他的對戰紀錄 所以我現在突然看到他可以看對戰 對戰紀錄 趕緊來做壹場給各位欣賞壹下 他是壹個韓國的星海二的職業選手 現在也是來到這個 十一帝國四奮鬥 這邊壹個 不知道是操作失誤還是想幹嘛 對方羅斯送了壹個 呃赤喉過來 ok 那你可以看到阿拔斯這裏 跟預測的有點不太一樣 好因為他這個兩分鐘還是蠻久的 所以他生時代大概已經四分多鐘了 你可以看到羅斯這裏 已經是直接進封建時代了 那羅斯的話就兩個赤喉嗎 完全沒有問題 在地圖上找羊找鹿找狼 然後趕快的去累積他的這個賞金 現在也是已經開到第二階段了 很快應該再過 大概城堡時代吧 通常就會上到500 不過現在就說了就 那個羅斯上階層二的速度基本上就 沒有辦法阻止他 就乾脆也不用阻止了 我看一下 好啦 利諾克這裏就是阿拔斯這邊 其實也是出了兩個赤喉吧 就例如上路還是會打啦 就是該殺路還是殺一殺 就不要那麽的放入對方在發展 那這裏阿拔斯看起來 是直接升軍營跟射箭場 要打一波快攻的 那不要忘記阿拔斯是可以直接 不用升工程工程 封建就可以直接造沖車 所以這邊看一下他的配比 他應該還是會先升槍兵跟工兵為主 然後目前 分配還是食物跟木頭是12跟7 然後智慧弓先拉的是新鮮食品 永遠都是升這個 篇智慧偏電吧 我先升這個村民成本 這個對阿拔斯來講 是一個最好的封建科技 因為你村民成本減50 就還蠻多的 封建手槍兵不斷生產 他是 哦要保護他的 路 他怕對他要防止對手來搬 那對手確實這場是一個很標準的螺絲開局 就是 走這個專業赤猴 那專業赤猴 我們之前 我自己親自下海的系列 也有跟各位展示過好幾次 專業赤猴是現在 增成一個 蠻快速的打法 因為這個流程就是你去搬路的話 路採集速度最快 打獵 那你用赤猴去搬 搬回家 市政中心又很安全 那這邊的話就會開始一個搶路的大戰 所以就要看看阿拔斯這裡要怎麼做應對 阿拔斯這邊是開了石頭 所以等一下要開TC 這邊是利用自己的槍兵跟弓兵往前壓一波 那同時阿拔斯這裡的黃金時代第一層已經啟用了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你智慧攻影響範圍內的建築 有10個的話就會加10%的資源收集速度 30就會加15 然後研究速度還會提升15% 就是你看到這個橘色的地方 把建築連起來 就可以獲得這個能力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阿拔斯決定把他的小部隊槍兵4個跟3個弓箭手往前拉 想是要可能是要抓對手 的村民或是幹嘛吧 這邊有一個赤猴可能要死了 哦反應非常快 還行 哦沒有還是被射掉了 最後一刻弓兵還是抓到這些赤猴 那這次我還是先以自己家裡附近的路為主 那阿拔斯家裡旁邊這些路就沒辦法吃 是齁 剛才沒有造那個馬舊吧 那阿拔斯打 羅斯打這個戰術很正常啊 為什麽 阿羅斯自己本身就有狩獵小物 他本來就可以從狩獵小物造赤猴 所以他肯定是打赤猴戰術 而且赤猴就算到城堡時代 他還是可以發揮 因為他是很好的肉盾 他只要60的食物 他就擁有110點血量 而且有一樣的火炬傷害 所以他是一個很好的肉盾 那配合螺絲的馬公 兩個都只要消耗木頭跟食物 對於螺絲來講是一個很棒的經濟分配 所以完全沒有什麽問題 那阿拔斯這裏呢 就是 錢壓嘛 限制一下對手 螺絲的一個 採集跟發展 那其實也沒有辦法做太多事情 看這螺絲限縮自己的 防守範圍其實也是限縮的不錯 但其實這裏螺絲還是因應的 就是 比較謹慎嘛 因為對手阿拔斯有可能會打快攻 還是照了五個弓兵稍微防守一下 但其實 阿拔斯這邊已經是開雙TC了 射箭場也是在拉了一個 這邊石頭就是踩到可以開TC的數量 就會停下來 我記得是300 300石頭嗎 四百木三百石頭 開第二個TC 因為阿拔斯只要研發了那個新鮮食物之後 村民減半成本就是開兩個TC 絕對絕對絕對划算 他是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 超過對手的村民 那螺絲這個開局是絕對不肯造雙TC的 他通常會選擇上層拉 但是 這個對手看起來是很怕阿拔斯進攻的感覺 所以他家裡其實補了蠻多射箭場 補了兩個射箭場然後再造工兵 那也不排除說可能螺絲會反而變成進攻的那一方 來我們看一下螺絲這裡的視野掌握 這裡視野掌握不是很好 螺絲這裡的赤猴出去搬食物為主 所以沒有特別在做圖控 那因為高視野區的關係也不好看到對手的部隊位置 所以不太知道說對手到底要幹嘛 這邊也只能說 防範性的升個部隊吧 然後赤猴是持續的在地圖上找對方的路 這邊還有一群 這邊還有一群 阿拔斯都沒有吃哦 阿拔斯是利用他的村民要報經濟 村民數看一下 螺絲31阿拔斯36很快就會超越了 這裏弓箭手可能要去裂路嗎 還裂豬 裂豬嗎 這弓箭手為什麼拉到這裏 先看一下這赤猴感覺是在探資訊的 他不是在要搬食物 他在繞對方市政中心 看看對手的主力還是部隊在哪裡 然後這工兵可能是出去找對方的部隊啊 我覺得 他可能想說他是不是躲在後面 去繞一圈這樣子 但其實沒有 阿拔斯這裏根本沒有要進攻 阿拔斯這邊是 等一下應該準備上 直接上城堡 但其實這裏螺絲上的城堡速度是更快的 第三個造的是什麼 修道院 三合一修道院 聖三一修道院 可以生這個 生產這個生旅戰士 可以去搬遺跡 呃完全對方其實算是一個標準的螺絲流程的 只是他中間多補了那個弓箭手 因為 他可能真的是覺得 這個阿拔斯有可能會快攻推一波 這機率蠻高的 但其實沒有 那他這樣就 弓箭手造了嗎 你放在家裡也沒有好處就拉出來吧 然後這邊 阿拔斯是拉了一些長槍兵要來防守自己的鹿肉 但這少量的赤猴如果要硬吃鹿的話 應該吃不下來 有可能血本無歸 所以應該不敢去吃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專業赤猴開的就還好 沒有到 很虧 如果四群鹿都被對手抓走的話 很傷經濟 因為鹿肉採集速度真的很快 哎我們看到imperfect 我們螺絲 進入到了城堡時代 第一個建築我們看一下 應該不用第一個建築嗎 他應該直接升馬公嗎 因為射箭場都已經準備好三 三座了吧 三座射箭場你看馬公只要80 15跟40的木頭 那現在螺絲靠這個狩獵小屋什麼的 金門去換黃金 剩下的村民全部可以補到15 木頭就是非常的划算 這邊37個人口對比 阿拔斯目前有45個人口 所以現在阿拔斯的經濟其實也不差 這邊一波衝過來對手螺絲 不知道為什麼就直接把這工兵 就在這邊射擊 然後後面這一群還在巡邏 射死也不少 阿拔斯的村民 這邊有兩個村民是命上皇權 如果村民樹兩個TC在爆的話 這村民樹38對比45 還是阿拔斯稍微的領先 然後這邊選擇的是文化偏店 文化偏店 文化偏店的話第三時代 在可以升的是 看一下有什麼 這個醫療中心吧 還有這個科技成本吧 科技成本也是不錯的一個項目 每分鐘收入上面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時候羅斯開始利用他噁心的 生旅戰士去 偷遺跡順便戰勝地的 然後那這生旅戰士呢 本身是有傷害的 他有11點的攻擊傷害 然後速度1.62也是很快 然後血量也比較多 那他造價當然也蠻貴的 拉 你看一下他造價其實要100黃金 跟這個20的食物 說很貴其實也還好 就多的食物而已 那 可能他能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這生旅戰士如果是例如他跟 阿那個什麼神羅打的話 神羅真的很蠻頭痛 因為神羅 只有步行的生旅 可是神羅又很需要遺跡 證物 那這邊其實 羅斯打這個 羅斯打那個神羅的話 他的生旅戰士真的會很大的程度 去壓制到那個神羅搬遺跡的數量 那不過 所幸的是他搬遺跡回來 每分鐘就是100黃金 拉就也就正常的速度而已 也沒有特別的加成 再加成下去真的是太強了 跟他阿拔斯在邊界這邊是拉滿了木牆 極度有可能這邊拉木牆之後 升四級在這邊貿易 因為這邊有一個交易戰 但是同時也可以看到對手 羅斯的工兵在後面這邊 想要抓一個 對方的村民之類的 但前線的馬弓也是往前壓的 雖然馬弓看似血量不多 可是機動性真的很壓制 所以工兵直接一波走進來 要壓這個阿拔斯的村民 目前是四十三村民 對比五十五村民 阿拔斯家裡是大量弓箭手 阿拔斯有二十個弓箭手 對手是十四個弓箭手 而且配合四人中心的射擊 這些弓兵應該血本無歸 前線的馬弓目前不敢衝進來 那這邊的話 外面又有很多哨戰在控制視野 可以看到 Linoc這邊做的圖控 是做的非常的好 你看這裡 那這邊為什麼要下一個哨戰呢 主要是要控制這一塊高視野區 而長草區 長草區把他控制下來 因為這邊是最接近自己基地的長草區 這邊控制下來的成本 就是效益非常高 那這邊牆壁拉起來 也可以確保對方不能從左邊繞 他只能從右邊繞 那右邊又是自己的建築 所以比較好掌握對手的一個 動向 可是現在外面的 這個聖地也是一個一個被占了 那戰勝地 他也是會有這個黃金收入來源的 說真的也不能給對手爽爽的戰 爽爽的戰 那你可以看到羅斯這邊就是 清一色在暴馬弓了 那你可以看到阿拔斯這邊在做的戰術 就是先以 以進制動 生了一個駱駝公兵 來減低對手 騎兵單位造成的傷害 對方騎兵單位造成的傷害 會減低20% 也是蠻多的阿 而且他就只要準備少量駱駝 然後配合自己的弓兵 去影響對手的馬弓就好了 馬弓傷害其實很高 13點傷害 跟弓兵也才5點 他對抗長江兵也才多加5點而已 也是說 對他是他已經升上去 就是他是城堡兵嘛 所以他是三階段升級 所以他有13點攻擊 但是弓兵在升上去也沒那麼多的傷害 對吧 而且造價 我是真的覺得現在馬弓非常的划算 所以他可以這樣一直無腦的span他的 馬弓 哪裡 這裡在趕化 這裡為什麼要趕化 他要趕化誰 好 對方馬弓進來 直接就抓死了四個公 四個村民了 你看進來 阿拔斯村民是大量的死亡 四十九村民對阿拔斯五十八個村民 那當然阿拔斯的村民是不會斷的 你看到這裡 而且開始吃起甜了 阿拔斯這邊選擇的戰術是 老練工兵配上投石車組合 這個對抗馬弓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現在對抗馬弓最好的方法 個人的建議還是照牆壁 用牆壁去限制馬弓的移動 就像利諾克這場的應對方式 他在左邊這邊去下了城牆 確保對手進來之後 就是你看他這個其實有點建築學了嗎 他這個外圍進來 有市政中心 然後如果他要繞左邊也繞不出去 如果對手 衝進來 他的工兵往這邊退 退到中線這邊過來這邊防守 那他的馬弓也不好退 他要繞一大圈才可以出去 也不可能繞這裡 那如果他繞這麼一大圈 又可以拖延他很多時間 所以這個牆其實封的算是蠻有意義的 那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對手是把聖地站下來的 雖然說其實聖地要防守 我記得十分鐘嗎 十分鐘其實對 世代來講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所以也不是說你真的站就馬上會贏 這個要防守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我看一下 嗯螺絲是一樣在升頭子車 青頭 然後馬弓 那 利諾克這邊的話 駱駝弓兵 繼續升駱駝弓兵 用更多的駱駝弓兵限制對手馬弓的傷害 然後兩邊都是正在屯單位 同時可以看到阿拔斯的邊界都是利用一些建築學圍起來 雖然說是建築學啦 但是四代來講 這因為都可以穿過去 沒辦法用建築當牆壁 所以他並不是像二代一樣 可以說什麼造牆壁 然後就防止敵人進攻 不會 但是這個窄口是有意義的 因為對手如果進來的話 塞這個窄口 對你的防守方來講 你可以 散陣去射對方窄口的單位 其實蠻有優勢的 這邊也是要拉牆壁 我就 剛剛說的 現在打馬弓最好的方法 不是去想辦法怎麼反制他 是想辦法限制他的移動 牆壁很重要 但這裡被對方赤猴抓了一個正爪 干擾這個村民建造 那 羅斯這邊是 僧侶戰士配馬弓的一波推進 而且還搭配他的投資車 甚至這邊有很 我記得應該也有一些赤猴吧 看一下他有造多少赤猴 赤猴還好 四隻而已 就一開始那些 這邊 阿巴斯是派了一個赤猴過來 先壓掉對手一個聖地 那對手應該是不會去管 因為聖地 並不會享用聖地勝利 這邊要做一波交戰 兩邊分數目前是差不多持平 羅斯來領先 這邊阿巴斯做一波防守 打工大量的壓進過來 兩個駱駝弓 看起來還是減低了對方 不少攻擊能力 然後這邊的話 投資車是優先的被點掉 這裡阿巴斯看起來非常危險 拉回後方的老練工兵 這邊還有兩個哨戰做防守的話 目前看起來可以抵擋一陣子 但是後方兩個 金銀投資車相當難以解決 會不會選擇考慮出 弩炮呢 沒有 目前選擇的是弩兵 用弩兵要做反制 但洛和光剛剛 有有一台弩炮 有弩炮投資車就打不了了 因為馬公要去射弩炮 殺傷力不夠 那弩炮可以在很遠距離去 牽住投資車 但是這裡好像 為什麼沒有在操作 等一下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沒有點對方的投資車 害怕對方過來一波抓走 等一下看起來 這個哨戰並沒有要去拯救他 對方馬公衝進來 但是這裡是配弩兵 弩兵跟裝甲步兵在轉了 利用裝甲步兵的 高護甲去對抗對方的馬公 那弩兵我不確定 身出來是要對付什麼 有可能只是單純的他的 食物跟黃金過多 所以他選擇去造弩兵 因為他的木頭現在 其實也是蠻吃緊的 所以這邊選擇用弩兵 那努力弩炮看起來這邊也是 造了蠻多台的 甚至已經開始轉長矛騎兵了 這邊是要直接由 輕裝部隊轉成重裝部隊 然後開始研發潤滑輪軸 增加工程器的移動速度 你看到螺絲 這個馬公壓制性是非常夠的 剛剛這一波推完 雖然剛剛螺絲稍微領先 但其實現在兩邊 呃79的經濟 對方61的經濟 阿拔斯這邊會慢慢的 藉由經濟來獲得 蠻多的優勢 你可以看到上面 每分鐘的收入 其實差異算是有的 你看螺絲這個大量的馬公部隊 這邊在跳這個螢火舞 拉了很多投資車 現在就看那個 因為螺絲這邊並沒有派弩炮出來 這對螺絲來講是一個隱憂 因為現在如果這個現在這個版本 你弩炮去反對方工程器 工程器是一點反制能力都沒有 光靠這些馬公也要去硬點 這個弩炮也不太容易 而且阿拔斯後方也是準備投資車 就因為經濟比較好的關係 他這邊其實工程器出的還算是蠻愜意 前線的村民 哇 直接 死六個村民 很狠 螺絲放在前面做防守 螺絲這邊在前線 直接拉一個大型箭塔 打算要打長期陣地戰 而且是壓在中間的聖地 這時候兩邊的聖地其實 螺絲也沒有說真的要放過 螺絲也是在這個地方去造要塞 那阿拔斯直接拉的重裝騎兵過來 大手筆喔 直接拉一隻過來 直接做 佔領這個 把對方的聖地也佔回來 不然真的到時候還加上聖地在亂的話 壓壓迫 壓迫感太高了 兩邊分數差不多 利諾可這邊要做一波推進 五台弩炮 兩台頭的車配合大量的工兵 母兵 還有長槍兵 再做一波推進 而且打開散陣 確保對方的頭車不會 所以一發就把自己的部隊入魂 母炮這邊 要往前推單對手很聰明 羅斯第一時間並沒有做接戰 利用中間的大型箭塔做cover 也是射死了不少 阿拔斯的部隊 阿拔斯在外面也是照上了 木招要塞還有城牆 哨哨戰 這裡 雙拳男敵四手 大量的馬弓配合 木招要塞這邊做防守 聖地並沒有成功踩下來 前面一推阿拔斯的村民這裡 又開始死傷 而且這邊是要直接一波推進來了嗎 阿拔斯這邊前面有重裝騎士 再加上長槍兵 然後後方有公兵母兵的攻擊 目前看起來 對手的馬弓數量有點多 你看這個傷害 馬弓傷害還是蠻高的 那現在就是弩炮要回來 除掉這些包夾 左邊進場的弩炮這邊 直接後面抓了一波投資車 非常的傷 這個投資車不敢再造次了 兩邊這邊還有兩台投資車 可以做攻擊 這弩炮是直接點對方的投資車 沒有問題 這兩個投資車還是殺了蠻多單位 他現在就看阿拔斯這邊 投資車能不能做到一樣事情 但是對手羅斯的馬弓散得是蠻漂亮的喔 沒有辦法一次殺到太多部隊 這裡阿拔斯是 主力部隊是直接衝到對手羅斯加里的 我想說他剛剛主力部隊有什麼好像不見了 原來是跑到羅斯加里去騷擾對方經濟 你看到羅斯加里的村民非常的痛苦 那這時候羅斯因為只有馬弓的關係 感覺好像推不下來 這邊只是被迫回救 那阿拔斯在羅斯加里的騷擾看起來是非常的成功 而且迫時 羅斯是必須回家去救的話 馬弓並不是一個擅長防守的單位 因為他如果正面交戰的話呢 他的體質是比較殘弱一點的 可是這裡不行喔 村民樹 阿拔斯這邊是83 對手已經死到這33個村民了 分數上雖然持平 但是羅斯這邊的經濟的破壞有點高 這邊變成是羅斯雖然是贏了軍事單位 但是他經濟現在是有一個空窗 你可以看到上面每分鐘收入已經差了將近 要十倍這邊回救一定是可以救回來的 因為馬弓的數量 然後他的工房 應該攻擊都有拉 攻擊都有拉 所以回來救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現在87村民對33村民啊 你看看一下這個阿拔斯這邊軍隊還是持續的生產 但是那個羅斯這邊就只剩下能造那個投車兩台 那馬弓也沒有辦法再補了 兩百人口 但是也沒辦法再造更多單位 反而是這裡 阿拔斯的經濟非常的好 所以這邊也是繼續的在生弩兵 然後還有裝甲裝甲兵 哎就裝甲布 裝甲布兵跟長寶齊 因為這些屬於重裝部隊拉 馬弓打他還是比較吃力一點 而且配投車的話對手馬弓也是不好發揮 這邊村民應該 哇 又是一個村民屠殺秀啊 四代也是有人 這邊一波村民殺完還剩72個村民 但對手只有37個 所以橫數都追不回經濟 這邊為了踩金控 這個村民阿拔斯村民是直接死傷一片 哇 那這個阿拔斯能忍嗎 不能忍好不好 部隊在繼續累積 阿拔斯持續的在生更多的重裝部隊 分數上的話 其實還是差不多的 因為 羅斯這裡的馬弓還是非常的變態 解量105 14點傷害 這邊要做一波交戰 這個馬弓要操作一下 因為這邊有一個投資車 然後再丟一發 這個傷害也是蠻高的 然後操作一下自己的投資車 對手羅斯是硬點投資車 但是這邊自己 因為要點投資車的關係 整個部隊是陷入敵陣 我的老天 這個 蠻虧的 我覺得 他為了抓對方的投資車 沒有去點敵方的 就是沒有去點阿拔斯這邊的單位 你可以看到他的馬弓是直接死了一大片 我說馬弓不適合防守阿 他為了要用弓兵去點對方投資車 真的不是很划算 因為沒有特殊的攻擊加成 他14點傷害 投資車有8點防禦阿 這減一減也才幾點傷害而已 他真的不是很好對付 那這邊的話 聖地還是要處理一下 這邊可能這個聖地應該是有辦法 除掉才對的 大量的阿拔斯部隊過來把這個木造 要再給除掉之後 就可以把這個聖地壓回來 這手確實就沒辦法再利用聖地做勝利 這樣子的話就被迫要打一個 這邊交戰 不然阿拔斯在中線這邊的聖地 直接拉上了大型箭塔來做防守 那羅斯這裡的經濟 目前恢復到了50的村民 阿拔斯目前是67個村民 但是這裡的 這裡的黃金礦麥一直都守不住 所以 阿拔斯這邊的村民出來採黃金就被屠殺 這邊村民又快追 又快要追平的感覺 因為現在地圖上的黃金只剩下這邊這一片 不然就是右邊這一片 所以對阿拔斯來講這個黃金是離他最近的 他甚至已經有下兩個哨戰打算在這邊做防守 但看起來不夠 因為到城堡時代之後 這些造戰的攻擊能力 防守能力是不足的 沒辦法去阻止對手的進攻意圖 所以看起來黃金就斷掉了 我看一下 那這邊還有哪個村民在採黃金嗎 喔這邊還有啦 這邊還有黃金礦麥 還行還行 這邊還有黃金的話那還可以打 我以為黃金真的沒有 這邊還有一塊黃金 還有村民在採集 沒有問題 羅斯這裡的話呢 依然在造馬公跟投資車的戰術 一樣在搭配這個 就一樣在做這個單位的組合 然後阿拔斯這邊的話呢 是弩兵 呃弩兵加上裝甲 因為他其實生弩兵 我覺得很大的意義應該是省木頭 他要造工程兵器 因為弩兵其實對馬公沒有加成嗎 弩兵對馬公沒有加成 他為什麼要造這個 因為他的食物跟黃金比較多 他的木頭又必須來生他的工程部隊 就是工程器 他不能不升工程器 工程器非常的吃木頭 如果他再繼續升工兵 他的木頭會更吃緊 所以這邊選擇是用弩兵 這個用意應該是這樣 阿拔斯還是分了兩個長矛騎兵到羅斯家裡去騷擾對方經濟齁 羅斯剛剛經濟才剛復蘇 又有一些軍隊在家裡做解決 羅斯的主力呢在這邊 來這邊巡邏齁 對方阿拔斯用幾隻 單位就牽制對手在非常的忙 長矛騎兵都躲在旁邊你有看到嗎 就是趁對手一個不注意的長矛騎兵就拉進去去搞對手 那對手也是不堪騎擾 也是分了一些小部隊去租這些長矛騎兵 但他沒有想到利諾克 阿拔斯在正面已經開始塞一堆 呃衝翁車跟頭車 這一波衝翁車打過去的話 對羅斯很傷 因為羅斯打這個馬弓最好的辦法 就是逼他跟你他逼他跟你決戰 馬弓決戰能力並不是很好 他血量他畢竟是血量體質偏低 那你說他很強當然很強 因為他機動力好 所以如果他能打游擊的話 對於防守方來講真的不是一件好消息 不過現在經濟 經濟上阿拔斯這邊是領先蠻多的 靠他的那個新鮮食物村民減半 然後中間有一波這個大量屠殺對手村民 這邊雖然兩邊村民數是將近持平的 可是這裡有大量衝撞車 加上羅斯這裡的部隊並沒有任何的近戰部隊 也就是說他要打這個衝撞車相對比較困難 這兩三個衝撞車應該可以推掉大型劍塔相當多的血量 但前面還有一些赤猴 長矛騎兵衝上來 後面阿拔斯的部隊數量非常的多 目前分數已經差了快將近兩千分了 這些馬弓應該是守不住 然後這個大型劍塔應該會被衝撞車給衝下來 後面有大量的弩兵 前面的裝甲步兵還有長矛騎兵 還有長槍兵這邊直接往前去吸收傷害 而且目標很明確 就是要讓對手的部隊是往後壓 這邊的大型劍塔完全沒有問題 現在衝撞車 這個布局的開明點非常的好 中間聖地一併的站下來 加上這邊的木招要塞應該也可以推掉 雖然說前面 派去前面當肉盾的阿拔斯軍隊 現在感覺是死傷殆盡 可是 羅斯這裡的馬弓是壓不住這個正面強大的軍隊 這個馬弓是沒辦法坦得住 他甚至沒有任何裝甲步兵 沒有任何騎士 因為 這個羅斯的打法就已經是清一色在 就是分配在木頭和食物上 所以他其實沒有任何選擇 他就只能一直爆旁風 他的黃金就是拿來爆工程器 所以他的木頭配了很多 是為了因應要 升那個工程器跟馬弓 不過這邊支援也是留的算是蠻多的 因為他剛剛那一波交戰下 他其實 部隊突然一陣 就是 死的太多 他現在軍隊有點補不上來 那反而現在變成是 被這個阿拔斯打的一波 timing push 其實也不能說是timing push 因為對手經濟大傷 所以 Linoc這邊就阿拔斯這邊是 趁這個時間就升了蠻多部隊的 連這些老劍參加兵其實也不貴 要給馬弓殺也沒問題 還可以迫使馬弓往回走 然後這後面還有大量工程器具 甚至有扭力弩炮 可以阻止對手弩炮做進攻 然後再加上阿拔斯可以限地造這些工程兵器 所以非常強 阿拔斯限地造工程兵器 這個就是非常優勢的部分 他不用等後面長長的補給線過來 補自己的工程兵器 他只要在前面做直接造 限地造就可以造出大量的工程單位 所以這場你可以看到羅斯這裡 這個馬弓完全發揮不了作用 而且這個衝鋒車 這個衝鋒車出的真的是好 因為他知道對手都是馬弓 這個衝鋒車是一點都不怕這個馬弓的 然後外面的部隊也是穩穩的在往前補 你可以看到 這裡阿拔斯前面的部隊也是數量非常的多 那目前羅斯雖然是助列非常的多 可是他的七個射箭場 出來的馬弓數量也是有限 而且整個馬弓的作戰能力也沒有到那麼優秀 今天馬弓如果出來要硬換這些 母兵應該也換不贏 數量上還是有一些極具的差別 還不用說這邊還有頭子車 兩邊就是在做一個拉扯 對手扭力弩砲 架在後面要對付對方的頭子車 但頭車也是優先做的攻擊 對手的弩砲是 準備要點頭子車頭子車往後拉 反正在做頭子車攻擊 弩兵善陣善的非常的漂亮 弩砲對弩 看一下阿拔斯的弩砲 還是優先的抓掉羅斯的弩砲 這邊是最後一波交戰了嗎 對手羅斯被迫只能站在家裡防守 但是頭子車這邊還是解決物聯號 這邊只能直接投降 GG 阿拔斯拿下這場勝利 天梯最後一名勝利的陣營打贏 這個天梯前端的文明 就是這樣 好感謝各位收看 那喜歡看四代影片的朋友記得 不要忘記幫這個影片點個喜歡 追蹤我的頻道啦 那這樣比賽呢 我們可以看到阿拔斯這裡 好利用經濟實力也是 做了一波壓制 但其實他中間也蠻危險的齁 對手羅斯過來那一波 也是已經打到家裡來了 但是阿拔斯中間這邊換家做的漂亮 他直接衝進去 把這個羅斯家裡的經濟一波屠殺 他的村民瞬間只驟降到三十幾個出頭 然後阿拔斯那個時候還有七十幾個村民 這個落差足以讓他在後面這裡 累積非常多的單位 然後直接打一波反殺 就不斷的配合他的這個前線部隊 然後他轉弩兵的用意就是因為他 資源的分配的問題啊 絕對不是因為弩兵打馬功特別好用 因為如果你要打馬功的話還是用工兵啊 可是就因為他要造工程器工程器很吃木頭 如果他在拿去造工兵他的木頭會更吃緊 所以他必須要去用 食物跟黃金這兩個資源去削去製造 製造他的主力部隊 所以他後來選擇就是長矛騎兵 裝甲步兵然後跟弩兵 然後他後面還是有繼續再升長長兵嗎 長長兵還是很重要的一個反 反騎兵的單位 而且加上他也是一個很便宜的肉 肉盾砲灰 不斷的壓制下對手羅斯其實一直沒有辦法 找到時間去騷擾這個 阿瑪斯加里的經濟 甚至這些牆壁都拉的算是很漂亮 這牆壁都是拉的很及時 阻止對手馬功的走位 讓對手馬功沒辦法造次 所以這場其實對方的馬功一直找不到機會可以破 他唯一的機會就是那一波衝進來之後 殺了對手一波村民之後 但是自己加里的經濟也是直接被崩壞 最後就正面擋不過 我也是只能投降GG 好那這樣比賽就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一樣期待下次更多的 是一六四的比賽吧 一樣來看看之後到底四代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戰術越來越成熟下 或者是之後平衡調整之後 到底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局面 一樣下個影片再見吧 拜拜